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们在目前为止 我们在新加坡 在吉隆坡 传了两会这个孔全名望本尊法 实际上这个到你们是第三会 但是缘起是从你们这发起的 为什么呢 这个老师走了全世界各地 来到槟城以后特别的心疼 为什么心疼 这个我们很多的虔诚的佛门弟子 这个你们很真诚的信仰着佛教 信仰着释迦牟尼的教法 但是呢一个现实是摆在面前的 什么现实就是 你们都大部分人处于一个迷信的状态 就是说表面上是在信仰佛法 信仰佛教 那实际上你们都很多被邪魔外道 这个所纠缠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拜佛 很多人在做事业部的佛法 但是你发心是好的 实际上你拜的并不是真正的佛 也不是真正的菩萨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末法时期 无论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 真修实证者十分稀有 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什么是真修实证 然后所以大家要知道呢 这个末法时期真正被我们佛教徒给推向了末法 为什么呢 你放弃了实修实证 你就虽然是在信释迦牟尼 但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 为什么 你已经离开了这个释迦牟尼的教法 那么释迦牟尼从开始教学 他开始这个菩提树下悟道以后 到真正的弘法 那么他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释迦牟尼是我们本师 本师是根本上师 根本恩师 那么所以是他教我们干什么 所以是他教学的目的 不是让你们考大学 不是让你们在人间过好日子 不是好好做一个人 那么大家今天接触的佛教 是存好心 想好事 做好人 这就是佛教了 所以是佛教 释迦牟尼的教法是不是终极目的是这个目的 搞什么搞 释迦牟尼让你们不做人 为什么不做人 人是六道轮回 人是六道轮回中的一个生命体 释迦牟尼的佛教的教法 在今天被你们推到了末法时期 就是好好做个人 然后好好做个人 就死了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了 然后这就是佛教 但是真正把佛经讲透的师父不多 真正带着大家真实起修的师父不多 那么导致我来到槟城以后特别的痛心 所以这个孔雀明王的源起是从你们这来的 痛心什么 就是要鼓掌就大声鼓 给你们槟城的大众有福报 这个功德我是在回向给你们 OK 你们得了这个功德 希望都修成孔雀明王本尊 然后我们天下就多了很多小孔雀明王了 然后我们的众生就有依靠了 你们就可以做众生的护主了 就可以保护他了 这是很多来找我这个调试的 结果十个里面你们八九个都是被邪灵欺负了 家里拜的佛像上面没有开光 没有请真正的这个本尊分灵 进入这个佛的化身 像身里面去 无论是纸做的像 还是木头做的 还是石头做的 还是金属做的 里面根本就不是观音菩萨的分灵 不是地藏王菩萨 不是本师释迦牟尼的分灵 所以是那么没有分灵的这个像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物 它就是个木头 它就是个石头 它就是一块铁嘎的 没有分灵成功 没有开光成功的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石像的东西 就像你人体是一个人 人的身体 但是你如果没有灵魂了 你是什么 你也是个人 叫死人 懂不懂 那你请的佛像 请的这个木头像 那么石头像 金属像 你如果没有分灵成功 它就是个死的观音 死的 佛菩萨 那你上了这么一个 对这么一个死像 对这么一个死的画像来拜 你不上香还好 你用心去拜 没有问题 如果你上香供养 这个时候 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 六道空间中 大量的石香生命体 石香气的这些生命体 它就来到我们的这个 供养的这个坛城 因为你那个像是死的 如果是真的观音在 真的佛菩萨在 你不要害怕 为什么 龙天护法 这里有佛的分身 菩萨的分身在 所以是护法就来了 护法一来了以后 护法神明一来了 那些邪灵 那是石香气的这些邪灵 他就不敢再来了 为什么 有警察在这 坏人还敢不敢抢劫了 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打抢 绑架杀人 不可能 是没有警察的 他在敢放肆的去作孽 所以大家要知道 开光很重要 开光是把佛菩萨的本尊 你供哪一个师父 他的本尊在静色界天 我们叫色究竟天上 都有一个报身 所有的修成的圣者 都是法报化三身成就 所以都是这个报身成就 那么这个报身成就 他就永生 他没有死 所以分灵是请他 把他的灵光分一点 我们人是有灵魂的 他是没有魂魄 因为他已经净化到无量光了 魂魄都化成佛了 化成光了 魂魄是阴阳物 他是纯真 没有阴阳 所以那么他分灵下来以后 只有灵光 灵光入体以后 这个佛像瞬间就变成了什么 活的佛像 因为他是变成了诸佛菩萨的 本尊的化身在人间 大家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时候 这个地藏菩萨在到了一天 为释迦牟尼的母亲说法 说法的时候 在全宇宙中的 法界的三千个大千世界的 所有地藏菩萨的化身 都回来 和本尊融成一体 你家里供了地藏菩萨 我们谈诚供了地藏菩萨 那是供的地藏菩萨的化身 在那一天 他为释迦牟尼的母亲 讲法的时候 不在 你上香他也不在 他去哪里了 他去道理天空 跟本尊合体了 是这个道理 讲完经以后 又分灵又回来了 化身又能够 帮助众生 来 忽悠众生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供佛菩萨 用相 用这个 各种各样的佛像 画像 来供养 是供的 本尊分灵 你这个要搞清楚 如果是你没有遇到一个 有修正成果的师父 那你请的这个相身 你供了香火 供了供养物 就来了邪灵 这些邪灵有几种 一种是人鬼的 巴南横死的邪灵 他们要靠吃点香火 吃点这个馒头的香气 大米饭的香气 菜的香气而活着 这叫石香 还有那个空间界 有些嘎大婆 他也是石香的 人非人 很多都是靠石香来生存的 所以这里面就有正有邪 那么大部分是 因为你是供给观音的 你虽然是假象观音 所以是那些正神 他一看你摆着观音像 他不来 因为虽然观音没有来 老师坐在这个位置 老师没有来你们槟城 你会跑上来坐这 巴巴巴讲 你也不会 对不对 虽然师父不在 他也不来 邪灵他不行 邪灵他 哦 张博生不在啊 那我来装一把子 然后我来搞一下子 他就假装 是观音 假装 被你拜 拿你的生气 拿你的阳气 拿你的那个 所以你越拜 你的脸越黑 越拜 家里越鬼 来得越多 你那个鬼脾气 你那个驴脾气 你家里的那个乌眼脏气 黑咕咚咚咚 所以我在新加坡 给人家清过很多宅 那么都是什么 他那个有的这个 儿女不相信 他妈请我去清 清完了以后 女儿回家了 晚上回家了 他说什么呢 妈呀 你换电灯泡了 他妈说 没有啊 还是原来的 那谁来换电灯 你早上走了 晚上就换电 没这么快 当然不对 咱们家怎么这么亮 以前是回来都黑黑的闷闷的 为什么这么亮 可是亮 我在他家里 驱出去五十多个阴灵 他供了三十年 供了三十年 就这么上下什么 找了那么多阴灵来 所以那些黑的不在家里了 啪亮了 所以我们在先天风水上调整的时候 很多的人就明显感觉到房间宽敞明亮了 亮起来了 所以是那么他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老是这样一坐一坐就亮 那些邪灵 邪鬼 黑气 冰灼之气 用先天风水的方法把它给清除了 所以家里就大明了 那么我来到你们槟城以后 你们因为这个盲目的信仰 经常跑一些寺庙 跑一些道庙 然后你们以为那里供的就是诸佛菩萨 比方说我去了你们的极乐寺 极乐寺有一个大雄宝殿 是古大殿 古大殿当时应该是虚音老和尚在那边传过法 但是我去了以后 那诸佛菩萨都在 这就证明当时他们那一代人开光成功了 但是你们后来又建了五方佛殿 还有几个新的大殿 完了我一进去 诸佛菩萨的分灵都没有 那后来我第一次去 我也没有管这个事 第二次去这个上面下来 这个师父了 说你好意思不管管 我说人家又没请我 对不对 人家请了别人的 穿着袍子敲着楼 打着鼓子在那里演戏 又没请我 我有什么要动手 观音菩萨何止我说 你的慈悲心哪里去了 这里每年来那么多信众拜 你不请你就不做了 你什么毛病 你还要人请你再做 这我们叫不请 就是众生不请我们 我们要做不请的友伴 就是众生没请我来 我看见了我也不行 我又要帮他 对不对 你是个医生 你看见那个病人生病了 马上又垂危了 他都不能说话了 然后你这个看见了 不去治人家 说没有 这个病人没有让我治 没有这个挂号啊 没有这个交医疗费啊 没有什么东西 说医生你就不去救啊 我这一听阿弥陀佛 我说师父对不起 我这个还是凡夫心动了 意思是我们到了人家道场 要恒顺 那人家不请 我们就不要去动 师父说你要做不请的友伴 你是为众生祭 不是不管颜面 所以你要动手 第二次我去的时候 刚好一个团队去了 到你们槟城来修炼之旅 上一次去了 不是上一次 那是好几年前去了 然后这个 所以是这个 后来去了以后 这个我就跟大众说 我说是 那个大殿是师父们本身在的 我说这个大殿师父们不在 所以你们现在拍照 每个人都有手机拍照 我说我要现在请五方佛 来到这个大殿 来到这个大殿 就是有经验的 我身边的几个护法都在 啪啪啪啪 拍了以后 拍了以后 我就一个个人去请 请师父们分灵下来 那么一请完了以后 啪 那个佛像 原来黑乎乎的 灯还是那个灯啊 就肉眼看到 不是你们看到那个 放光的 不是这样的 肉眼一看 哇亮了 眼睛有神的 哇 那个威马上起来了 大家哗就跪下来了 结果就是 这个照片现在还保留着 就是开光前开光后 你们的这个极乐寺的这个五方佛殿 还有一个你们的那个观音 极乐寺的那个大观音 也是没有请到师父 也是那年这个把师尊请下来了 那么都有照片为证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炫耀 这是你们宾生人也可能第一次听我讲 我们为什么不炫耀 我们做不请的友伴 为众生归道祭 为众生的性命 双修 然后自己成佛 祭 我们今天在说这个事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可怜的宗教信仆们 就是你是拜的观音 你是拜的佛 实际上你是拜的邪魔外道 因为正神都不敢 附在上面受相够 邪灵他不怕 反正是物主 没有主的神像 观音也不在吗 观音也没有用吗 我用一下 用他的身体假冒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 很多跳铜的寺庙 他们都供的什么 王母娘娘啦 供的是观音娘娘啦 供的是善才童子啦 结果你们这善才童子 出来游行 还弄个大奶嘴 然后穿着那个戏服 然后我后来跟他们说 我说你知道善才童子 现在是什么身份吗 他说不知道 我说善才童子 五十三三以后 已经成佛了 这是华言经理 很明显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三的故事 他现在五十三三以后 他开悟以后 他修炼成功 他成佛了 佛就这个样子 闹着个大奶子 吃个大脚 扇着个扇子 吉佛也成佛了 也是这个熊样子 拿着一身臭气 又跳又唱的 那就是吉佛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到了末法时期 你们是虔诚的信仰 结果大部分都拜的是 邪魔外道邪灵 那你跟他们在互动的时候 有什么坏处 他们会把他身上的黑气 跟你置换 把你身上的清阳之气 吸走 换黑的 病的 灼的气 给你 因为他是动物仙啊 对不对 他连人身都得不到 他福报不够 所以他要借人身 来做事 说负在人身上说话 然后借人身做事 那结果是那些被负的人 浑身生病 然后乱说 胡说 乱说八道 然后呢 自己浑身臭烘烘的 那这哪是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 他是不能负人身的 为什么 诸佛菩萨 即便一点分灵 进去人身 那你人身都是暖洋洋的 那邪是待不住的 所以是哪有这些 黑咕隆咚的这些邪神 在那跳来跳去 玩神通 就把你们玩的 这些佛菩萨 玩的傻乎乎的 这个人神通 这个人可能是什么师父 这个六道众生都有神通 地狱众生也有神通 为什么 他死不了 你看见了没有 地狱经里面 地狱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 是不是讲了 然后他被火烧死了 拿水一拍 一拍他 又火了 又要再烧他 在铁床上 你们吃羊肉串 吃烧烤 你们死了以后 也会被烧烤 烧烤了这一条鱿鱼 烧烤完了 你死一次了 你还吃了一条 虾不是 一只虾不是 再把你穿上 替那只虾烤你 然后烤熟了 然后死了 死了 然后再把你弄水一浇 又活过来 因为你还有一只虾 还没火完 说不停地死了活 死了活 你看你的神通多大 你们玩这个神通 你死了 你就地狱里的鬼 都比你的神通大 你玩什么神通 大家要知道 玩神通的人 是自觉自己的佛性 太可怕了 你被神通 这个张住了 自己的心灵 魅住了 你们就是 这个师父有神通 那个道场有神通 他能够 还有胡说八道的 胡说八道到你家里 我是哪个哪个大仙来的 你这个房子不好 要改一下 要装修一下 要粉成这个颜色 我是大仙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 我这个大仙 可要整你了 那真师父 还有整人呢 你还怕被他整 那你被他整 那你不赶紧找张卜生 修理修理他 对不对 谁敢谁敢整人 那不可以整人了 你还怕 你这心里有鬼 你有因 对不对 不可以的 找张卜生也不容易 对吧 蛮天飞 好了 下次找谁 找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在哪里 我来传本尊法 让你成为孔雀明王的化身 我们这个孔雀明王在这 然后把弄了个铜像 塑了个孔雀明王 把孔雀明王的灵 请下来了 分零了 他就等于孔雀明王的化身了 这个不太好办 为什么你走哪 你总得带这个像 对不对 现在老师来 想个办法 把你这个肉身给开光了 把孔雀明王给装进去了 然后你就是孔雀明王了 你走哪 你不是带着自己走 带着自己走 你就有孔雀明王 你怕什么了 这就是本尊法 本尊法实际上是 把人的肉身 把我的知见 我的意识退空以后 使本尊化现在你的肉身中 你就是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既是我 这是本尊法 我们学佛的人 是在末法时期 福报不够 所以是很难听到 真正的叫法 那么为了区别 这个佛经所说 佛经上记载的是 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和杀种 这里包括出家众和在家众的邪师 两种邪师 都是邪师 那么邪师有个特征 他就是要靠那是衣服吃饭 要靠自己的虚明吃饭 这就是邪魔外道的师父 靠衣服你是看到 他穿的袈裟 他穿的那个僧衣 那这个他是僧衣 就是佛了 所以我就听他的了 所以释迦牟尼在《涅槃经》中告诉我们 当年魔王波逊 跟他斗法的时候说了一句 说到末法时期 魔王波逊的子民 儿孙会在佛的寺院里穿佛的袈裟 受佛弟子的供养 来坏佛法 来坏佛法 坏佛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 让你做冷水鱼被逐死 什么意思 我们一生就八九十年 如果你不去找一个名师救教 然后赶紧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 每天修一点佛果出来 你最后到死的时候 你来不及修了 因地成就了 果地才成就 所以我们盖房子 今天你盖了十片砖 明天你再盖十块砖 这累积下来一年 这个房子就盖了好几层了 对不对 你真盖了 结果你是个工程师 只有图纸 你从来不去盖这个房子 说我懂 那要用砖器 要用水泥墨 要用什么钢筋做 要用木头架 你都懂 但是你从来不做 所以人家的房子成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房子 叫空中楼阁 是想象的佛果 所以说我们修佛人成就者 是一天必须看到 你今天累了多少成果了 累了多少块砖了 你学佛你今天得了什么果了 这个才能在我们这一生成就佛果 才能一生成佛 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法王 活着成阿罗汉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的那些大弟子们 都是活着成阿罗汉 活着成菩萨的 不是死了成阿罗汉 死了成菩萨的 所以说我们要见到佛果 那么因为福报不够 所以说你听闻不了这些佛法 那么今天在我们在全世界寻找的过程中 今天穿加沙的 我们不是诽谤 穿加沙的没有一个在传法的 都是在传经 都是在传善 你要做好事 存好心 你要捐款 你要建寺庙 你要盖塔寺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说 能不能我们自己也盖个大庙 给大家去拜到真佛 真正佛菩萨分量 最后师父们不要 法界的师父不要 现在庙少啊 庙太多了 一家烂真的太多了 你要盖塔寺 你要盖寺庙 你找个地方去盖 我说师父在哪盖 他说在众生的心中盖 让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殿 心中有佛菩萨 心中有极乐世界 不要在外面去 外面是你活着 你维持这个寺庙的正向性 百年后 几百年后 那个佛殿去哪了 所以大家看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这个很多盖这个塔寺 我们知道这个七头 几孤独岩 对不对 现在在哪了 你去印度 一堆荒废的东西 所以你在外面盖 不会永恒 所以佛菩萨告诉我 在外面盖 不会永恒 要盖一个金刚殿堂 金刚佛殿 不坏的殿堂 在众生的心中 帮他们建起来 供上他们自己的自信佛 为什么 你原本是佛 你心中有一个不死的名点 有一个不动名亡 你心中有一个金刚佛 你把自己的金刚佛供上 让他出来大方光明 利益 一切众生 行喜增怀珠 四种方法 然后功德圆满 我们才可以称佛 所以大家记住 学了本尊法 不要去找那些什么 大庙拜 那么今天穿袈裟的很少 至少你们如果是听到了 给我介绍一下 我到处找 无论是显宗密宗 都还没有出来一个 真正传到完整佛法的 我没有看到 就是一生成就的佛法 他没有看到 到处找 我也希望找到这么一个师父 无论他多么有名 最后弄弄我看都不行 所以前几天 有一个信众给我发了个消息 他说 我跟他说 家里的佛像没有开光 有阴 结果他发了个消息 说他老公不同意 用我们的振摘牌 说为什么不同意 他老公说 我们在泰国请的那个东西 那个庙你知道有多大吗 人家里面有多少人吗 他算老几 这是一个小庙里的 连和尚都不是 还是个局势 在那胡说八道 什么东西 你看众生现在毁了 庙大就是有福 你不知道古人说的 这个庙不再大小 里面有仙子灵 对不对 你这个庙里没仙 没佛 没真正的真佛在 你最大的庙 那也是魔鬼啊 大家要知道 西游记里面 这个唐僧 西天取经 西天取经的时候 他一看到金比辉煌的 大佛殿就要去拜 结果进去那个殿里面 那些什么 现出原形 哈哈哈哈 我要吃唐僧肉 哈哈你终于来了 实际上 大家你们为什么会被骗 为什么会被蒙蔽了灵性 就是追求大 追求出名 追求人多 当年希特勒当时人道多了 现在大家知道 希特勒是魔鬼 对不对 当时希特勒掌政的时候 谁知道他是魔鬼啊 多少人啊 将军啊 千军万马 多少国家 奉他为英雄啊 你们不知道吗 二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 所以你以为人多就是正确的 人多就是厉害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七十二亿人里面 真正修成圣果的有多少 不是大部分都没有修成吗 今天搞民主把你们搞坏了 人多就是对的 人多不是对的 人多都是那些智慧未开 普罗大众 所以以前是圣人之力 圣人他有高眼的远光 站在高处看这个国家的发展 你像这个新加坡的李光耀 当时新加坡只是个小渔村 他站在了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看新加坡要怎么发展 人家把新加坡变成世界发达国家了 那么他不搞民主 他是一党之政 所以他最后是中央集权 所有的委员不同意的东西 他排版的大家要做 当时他的人民行动党是这样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没有威权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呢 不要求人多 势众 就是正法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么大家要 惊醒 所以是源起在你们槟城 就是可怜太多的众生 这么虔诚的信佛 学佛 最后没有学到佛 那么尤其在你们槟城这个地方 特别多 因为大家都特别虔诚 你说有一些地方吧 他信 他不真信 不真信呢 他还不太容易被附体 不太容易被左右他的思想 他这是百分之九十的不信 信个百分之十 你们这是不一样 你们是百分之九十信 百分之十有点不怀疑 这百分之九信 你信正法就好了 你学正道就好了 你结果信了邪魔外道了 这个就太可怕了 这个深深的信进去 不能自拔 说我希望大家好好呢 学孔雀明王本尊法 学好了以后呢 这个为什么缘起在你们这呢 就是这个孔雀明王法呢 它是七佛八菩萨所说法 这是来自这本佛母 《大经要孔雀明王经》 那么它最大的传承力度 是在唐朝唐密的开宗祖师 不公大师 开始传这部法 那当时皇帝呢 遇到了这个天下大汉 当时不公大师是国师 皇帝就请不公大师说 能不能帮忙下长雨啊 让这个大汉解除 不然老百姓要受饥荒了 这个不公大师说 好三天后下雨 然后皇帝就赶紧说 要下下 蒙蒙细雨 下到足够就好了 不要狂风暴雨 否则就闹洪灾了 大家知道现在澳洲 你们求孔雀明王 送孔雀明王经 我们有个学员在马来西亚 在吉隆坡发起这么一个活动 结果真下雨了 现在下的大雨 滂沱 但是你们当时忘了主告 先掌声一下 忘了主告说 把火焦灭了就行 不要闹洪灾 现在又开始闹洪灾了 但是不要止雨 因为还有一百多个火点没下雨 还是先把火灭了再说 所以当时人家皇帝就盛明说 能不能止下蒙蒙细雨 然后润泽装甲 使干裂的土地达到润泽 百万物生长就好了 不要下狂风暴雨 大师说 没问题 就满你的愿 做什么 他三天里面做的就是孔雀明王法 护果仁王经 只用这两部经来做法 三天后果真下雨 足够足够的解除了 所有的江河湖泊都出满了水 足够解除旱灾了 没有闹洪灾 所以皇帝亲赐一袭紫金袈裟给他 这个在古代叫赐子 什么意思 就是给僧人出家人最高的礼遇 赐给他一身紫金袈裟 自尽加山 所以这个唐朝从这个开始以后 从皇帝到熟眠都在用孔雀明王经 所以这个时候新宋孔雀明王新宗 所以是迎来我们中国华族在全世界最辉煌的时期 叫大唐盛世 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万国都去大唐进贡 那是我们华族最荣耀的时候 所以是用的这个力量是什么 孔雀明王经咒 孔雀明王经咒 他的这个殊胜 为什么这么殊胜 那么这在这个经书里面记载着 从第一尊佛 我们释迦牟尼是第七佛 前面有六尊佛 成佛了 第一尊佛我们大概换算成现在人间的这个时间 是一千二百亿年 我们的地球是一百三十多亿年 还不到一百四十亿年 这个生活的空间 我们地球才不到五十亿岁 我们太阳系才五十亿年 诞生五十亿年 那么整个的我们生存的宇宙是诞生了一百四十亿年 不到一百四十亿年 快到了 那么在一千二百亿年前的第一尊佛 就开始说什么 孔雀明王经传 孔雀明王心咒 在那个时候呢 这尊佛跟所有的众生界 六道众生 天 阿修罗 人 地狱 畜生 恶鬼 这六道众生的祖先 共同立下了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众生持念孔雀明王经 持宋孔雀明王心咒 别人虽然是他的冤金债主 无论哪一个道的 还来向他脑害 脑害就让他不顺利 让他心烦 让他这样发皮 谁要脑害这个持住人 持经人的话 头做七分裂 你的脑袋像个西瓜 裂七瓣 疼不疼 不行你就拿个锤子 敲一下试试 那谁他还能活 头做七分裂 所以这个契约最后都签了 所有的六道祖先都签了 那么并且这个契约力 会维持到什么时代呢 维持到弥勒菩萨 下生我们的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变净土的时候 弥勒菩萨也先说孔雀明王经 先说孔雀明王咒 那么照样有作用 这个契约力 一致到我们的苏婆世界变净土 都要使用的 使用的 所以这样的简介下 那么大众如果你们持念 孔雀明王经咒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约束 就是合约的保护 是合约在保护你 不是你有多大的能耐 所以你要老老实实地 持念孔雀明王经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供养孔雀明王尊 但是你持住 你这个供养 这些这叫事业部佛法 也就是你只能利益你自己 你是个持住人 你是个持经人 你不能利益其他人 你不能保护其他人 那么实际上佛法呢 这个有四个层次的佛法 也就是你在事业部 向大家拜拜 你真拜到这些佛菩萨了 这叫事业部 待会我告诉你 怎么样才能拜到 这在事业部里面 那么第二部佛法 叫行部佛法 行部佛法是什么 行部佛法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 一个小灵点 前面我反复讲 我们的灵点染了 父的DNA的纠缠 母的DNA的纠缠 蒙了一层网 叫我们的关系网 现在叫关系网 我们叫幻化网 业力网 所以这个网就照住了这个什么 这个明点 那么如果你在回光返照 人死的时候 什么叫回光返照 就是所有的灵光 从你的每一个细胞中 都要抽丝薄茧的这些光 都要回到原始母点 因为你生成的时候 是卵细胞中的这个明点 发挥作用 化生了第二个细胞 两个细胞又发生作用 分化成四个细胞 最后生成了你全身的细胞 生成了你全身的肝脏 肺脏 这是组织器官 颅脑腔 骨头 细胞 然后你的头发梢 这些指甲盖 所有的都是细胞化生的 那么母点 都是你的原始的一点灵光 这是这个母亲 生成的 所以你死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光 体内的 所有在西方 头发梳里的 在你的西方盒里的 骨里面的 五脏六腑里的 所有的光 瞬间要坍塌 回来这个母亲 这个点上面去 这叫回光 这个时候 有一个反照 人特别清醒 这个时候的 回光反照的清醒 不是你的食神 不是你又活过来了 所以人又能吃了 又开心了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他要走了 是你的本觉 你的灵光 本觉 出现的这个问题 出现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是回到这个点上来死的 所以回上这个点 我们再生的时候 第二是你再生的时候 你会激活一个什么因果 刚才说 今生所生成的这个大网 照在你这个灵光 三百零数度的周围 所以你的那个艺术果 今生和过去式的 你在零点中往外看 往这个方向看 这个是动物道 畜生道的 往这看是地狱道的 往这看是恶鬼道的 往这看是天道的 往这看是人道的 六个方向展现出六道来 同类相惜 所以是 那你不小心 转到畜生道的零点的时候 那你这个就 下一世就投生到畜生道 到去了 所以是我们要怎么样 来保护自己 不受这张网上面的 八重 八次 八世父母的网的影响呢 因果的影响 诸佛菩萨发现 可以在这个网 跟我们的心中间 割一层保护层 叫金刚护网 这个金刚护网 那么有密法力 很多修大幻化网的方法 将来也是准备教给大家 那但是最简单的就是 用诸佛菩萨的心咒 做成护轮 所以今天给你们传法的时候 给你们每个人发了一个 孔雀冥王的护轮 这个就是护轮 这是由 中间是鱼 是孔雀苗 种子字 组成的金刚护轮 所以你要经常关 所以这是手机贴 然后贴在手机背面 你经常带着手机 你要看背面 经常看背面 把这个护轮 关到自己心里去 怎么关到心里 待会儿再给你安进去 所以是 那么这个护轮 你经常每天 在行部佛法 你要持心咒 持心咒是什么 要入心 入心 你们现在持咒 是用口 用意念在持咒 所以是没有效果 如果要入心 它在心轮外层 和我们的幻化网 外中间就隔离一层金刚护网 这个金刚护网有个什么好处呢 当你死的时候 你往外一看 你看到都是什么 Omanyuragrandiswa Omanyuragrandiswa 你看的都是 看不到那个夜立网了 都是金刚护网 往东西南北上下看 全是Omanyuragrandiswa 当你回光返照的 死的四十八个小时之内 这个时候你是安住在自己的净明点 不死明点里面 放出法界光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观到的是 Omanyuragrandiswa 你化光融入 你就成了一个什么 成了一个法身佛 这四十八小时 如果你不敢去应 文武百尊都会是 你不敢去应 不敢融入的话 那接下来四十八小时 之后就进入了一个中阴身 你开始进入中阴身 中阴身这个时候 那些外面的冤情这种 开始要向你讨债 刚开始不敢向你讨债 为什么你是大人如来 你这个进去 这个死了之后 进入心中身 你大人如来 那个太阳耀眼 那些众生 他躲都躲不及 所以不敢向你讨债 这四十八小时 这个光退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了 他一看你小样 你藏在这 我要给你讨债 但是他要穿过金刚护轮 进不来 有本尊的心轮 心咒结成的护轮在护着你 这个时候 你如果懂得 在静明点里面 看到 孔雀明王尊 佛母明王尊 我跟他融成一体 不二 这一龙以后 你变成了孔雀明王化身 本尊化身成就了 你也不如流道轮回来 如果这个时间也错过了 最后开始要进入转世轮回期 那这个时候 你的冤金债主 才勾搭你要去还债 做人家的狗崽子 做那个小猪的猪崽子 做什么 要去还债 然后结果是 这个时候 因为你有护轮 护住你的这个心 明点 所以是 那么导致什么 导致六道门都为你关闭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鬼的门 轮回门都被你关闭了 你就不会去六道轮回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去哪里呢 所以是 这个时候 你的本尊 还有你 这个 这一世的上师们 他就会帮助你 帮助你干什么 送你去人道 选择新的父母 转世再来 转世再来 开始第一世的 第二世的再重新修炼 这就是密宗行者 如果真遇到好的密宗上师 你可以七辈子成佛 如果你们懂得善巧的方法 今生就可以活着做菩萨 活着做阿老汉 这就跟释迦牟尼活着 是这样教学的 如果这一世没成功 接了护轮的人 然后你不入六道轮回门 你就转世再来第二世修炼 那还有机会找到上师 那么还有机会修炼 因为有的时候是上师找你 我为什么要跑遍全世界 这个跟我有关系的 这个散在全球 不是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要去找他们 我不能够说 这个只安作安 为了自己方便 在一个地方 你们要来不来 所以我在香港 有一个同修 等了我好几个月了 都开始哭了 就受不了了 师父再不来我就没命了 因为他被邪魔产了好几年 找遍了很多大师 没一个能帮他了 最后他YouTube看到我们了 他就知道 只有这个师父能帮我 盼哪盼哪 因为香港动烂 我就老也去不了 然后老没去 本来是要几个月去一次 过完年 我说说什么也要去帮他 那拉斯维加斯还有一个同修 他也是了解我以后 也是恳求 我是说我要去纽约 他说不行师父 你一定要来拉斯维加斯 一定要救我 你再不来 我可能就要自杀了 我这一听我心疼 因为我不去他自杀了 我这背多少罪啊 他说我来 人家说我出机票 我给你酒店都订好了 然后你带着人来 我都负责所有的费用 你一定要来见我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个师父是为众生活着 为众生忙着 他不是说我自己安逸 你们来找我算了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来不了 那你要去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我上一世都有缘的众生 所以这一世 我还要去帮他们 所以你真正有个好上师 你是他要帮你七辈子 在七辈子里面 你要成佛的 你不是要无量大劫 三大阿僧七劫才成佛 真正的密宗 七辈子一定 七辈子之内 不是说等七辈子 是你第一辈子能解脱 就解脱了 第二辈子能解脱就解脱了 你最晚七辈子一定也成佛了 叠加七势的修炼 不是等七辈子 这辈子我不找师父 算一辈子 我七辈子后我成佛 不是这样 你要每世修炼 叠加七势一定可以成佛的 所以这就是密法 无论唐密 藏密 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成就的 就是快速成就 快速成就 因为有什么 护轮法 护轮法 所以大家呢 我们这次传的是 孔雀明王本尊法 所以是会把这个 孔雀明王咒轮 接在你的心上做护轮 那你每次 慈念孔雀明王咒的时候 你要入心 怎么入心 我待会会跟大家分析 怎么去 在修法的前面告诉你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什么 叫本尊法 刚才说是行部法 第一步是 你们拜拜的 这个叫 这个就是 事业部佛法 第二步是行部佛法 第三步是 升起次第本尊佛法 这是第三个 更高层次的佛法 第三个更高层次的佛法 是你自己的肉身 要化先成本尊身 空退自己的主观意识 然后使自己的灵 觉 本觉出来 用光化成本尊身 不是想象成本尊身 这个化成以后 你立马就可以赌众生 大家追求神通 你就是找邪魔外道 或者是修一些小积小树 化福化咒 这些都是很 叫墨基 就是在我们大修行人眼中 这就是小蚂蚁干的事 你们怎么这么尊贵的人 去干这种事 芝麻 芝麻算皮子的事 本领 不算什么本领 所以你要度众生 那么多众生 他们的灾难那么重 他们的业障那么重 你怎么突破业障 能帮到他 你必须是菩萨 你必须是佛 你必须是有大威德 大师智 大神威的人 你才能够真正帮助众生 突破所有的业力 老师那不是我要成佛 成菩萨 对 但是你现在成不了 成不了怎么办 成不了 你把自己退掉 让佛菩萨用你的身体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本尊法 本尊法 这个本尊法修成了 你就是孔雀明王 所以是在完成化变之后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了 自己这个肉身 就是一个大孔雀明王 然后你就在这个里面 行喜增怀诸此法 孔雀明王手中有四样宝器 一个就是孔雀尾 这是可以熄灭所有的灾难的 你们知道这个 叫什么公主 铁扇公主 有一把铁扇子 对不对 他一扇 那个火扇就这么熄灭了 对 这个孔雀明王 他不是用这个八角扇 他是用什么 孔雀尾 一扫 然后所有的这个灾难就平息了 这包括水灾 天灾 地水火 封空 形成的五大灾害 包括你内在的贪嗔 吃一慢的内膜 形成的灾害 这些都可以瞬间洗面 这就是孔雀菩萨 孔雀佛母 他手中拿着一样宝器 叫孔雀尾 并且他的背光 就是一个大孔雀尾展开的 开平展开的 脚下呢 他的坐下就是一个大孔雀 真实的大孔雀 孔雀有什么本事 你们现在很怕被毒害 是吧 贪嗔吃一慢的毒害 世间的这个财色明事税的毒害 如果你们修了孔雀明王法以后 你就不害怕了 你的钱越多越好 地位越高越好 为什么 这个不怕了 这个里面的毒 这个被孔雀怎么样 吃掉以后 你会变得更威猛 更雄壮 更有力 这就是孔雀的这个本领 就是孔雀到一个时候 他要吃不到毒虫 吃不到毒的时候 他的羽毛就开始脱落了 他越吃毒物 那个毒的蛇啊 什么蝉蝠啊 这些毒性越大 他那个羽毛越鲜亮 所以大家修了孔雀明王法以后 这个乌卓恶事里的所有的事情 你就不用害怕了 财色明师睡 本来是地域五条根 本来是有毒的 你学了孔雀明王法以后 你的钱财越多越好 明越大越好 对吧 老婆越漂亮越好 然后你就没有外心了嘛 对不对 财色明 时睡 你睡的一定要睡饱满 你不能失眠 对吧 本来是地域五条根 把你化成五根五力 五种力量 产生大威德 大失智 然后大神威 去度众生了 这些 这时候一切毒害 看到你就怎么样 就战战兢兢就跑掉了 你到哪里 哪里就太平了 你到哪里 哪里就没有毒了 哪里就变得光明了 所以这个大家 就是孔雀明王的 本尊法你修成了 你的坐机也是大孔雀 那你是个明王 大菩萨坐着大孔雀 到处去游行 然后在空中游行 坐空行 干什么 看见谁欺负谁 如果是那个不听话 说太邪恶了 你就收拾那个家伙 做众生的护主 特别是要保护 释迦牟尼的信众 从这个邪魔外道里面 觉醒过来 不要被邪魔外道 这些毒虫毒害 邪魔外道去困住 他们的灵性 产生愚昧的崇拜 而不去真正的觉醒来 实证佛法 说是为什么要在全世界 普传孔雀明王本尊 就是达到这个 我希望全世界各地都有 数不清的孔雀明王 对不对 要鼓掌你们 然后我们的众生就有护主了 就不怕毒害了 就不会被毒害了 所以你们要好好修 修到成了 到师父这认证了 我就允许你到处去传这个法 因为这个世界72亿人 还有那么多蚂蚁 还有那么多昆虫 都需要护主 所以说我们不做他的护主 谁做他的护主 渊源相报何时了 虽然是因果 但是也不能讨债 所以说谁讨债 谁投作七分裂 那大家都握手言和 一起来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建设美好地球 建设美好法界 一起都去成佛 众生都堪作佛 都是如来种 所以这是什么 本尊法的殊胜 这是第三层次的佛法 第四层佛法 就是在本尊法 行法的过程中 你的身体开始由一个黑的身体 变成一个透明的身体 我们这个众生的身体 如果不修炼 大家说你不修炼多好啊 啥麻烦 规矩没有啥麻烦没有 现在好 死了不好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两种身 一个是空性光明身 一个是着重眼无身 着重眼无身 里面太沉了 就你一定会堕落的 轻轻的光明身 空性光明 然后金刚不坏 你一定是去到静色界 成佛成菩萨 报身成就的 所以我们人看着是个身体 但是身体只是个工具 工具里面装了什么 很重要 装着着重的东西 还是装着轻轻的空性光明的东西 说我们修行要修空性光明 而不能把这个空性光明身 又弄这些沙子去染污 慢慢慢慢又变成沉重了 沉重你一定要去堕落的吧 所以我们就在于颠倒颠 把这个沉重的倒过来 使它变成清新的 从我们的身体里出去 这个沙漏不是这样吗 倒过来 它这些沉降的就被净化掉了 这就变成空性了 如果你不好好修 你就依然是沉重身 所以你死后有一个身体 活着实际上我们每天晚上做梦 也是那个身体出去 叫灵魂体 灵魂体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开始有差别 有什么差别 修行人变成空性 金刚不坏身 成了暴身 不修行人 然后没修成的人 死了 从肉身出来的是黑咕隆咚的鬼身 人死为鬼嘛 纯阴为鬼 纯阳为先 为佛菩萨 这些古人早都告诉我们 不是说你这辈子不修炼就没事了 那后面就是六道寻回之苦等着你 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做人 人太苦 尤其你们槟城人 大部分人都感受到这个痛苦 你看这一次我来见的你们的人 见的人里面有一半是失业的 失业意味着是什么 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那他就慌张了 他就恐惧了 他就被人瞧不起了 是不是这都心疼啊 所以是那人生 为什么让你失业 因为你们生活在槟城的人 出生在槟城的人 你们是有大福报的人 为什么 让你们提前觉醒啊 六道轮回是苦啊 你在这干什么混呢 生活在那些 这个新加坡 那些发达国家 不愁吃不愁穿的人 太可怕了 为什么 他还想再做人呢 他不要处理啊 我跟有一些新加坡人 有一些以前的香港人 现在香港也开始不行了 以前他们是不愁吃不愁穿 有的是钱吧 我说是要不做人 他说不行啊 我还没做够人啊 我下辈子还要来做人 好吃好喝好住好那个 为什么不要做人 他说不做人不干 他一定还要来做人 这辈子的房子还没住够 还想下辈子再来住了 钱没够花够 挣了那么多钱 还没来得及花 他要回来花呢 你看 但是咱槟城人都不想做人了 太痛苦了 没有工作做 同病 然后父母生重病死 死的时候那么凄惨 说我们不要再做人 做人太恐怖了 这就证明 这个槟城人有福报 就是灵魂先自觉醒了 因为你们这是相当严喉的地方 我之前讲了 你们这边马来西亚 几个国家领导人 马哈迪 纳基 然后巴达威 还有一个安华 都出生在哪 都出生在日来丰这周围 吉拉州 跟你们这个槟城的周围 吉拉州那边的日来丰 结了一个珠子 这是叫南的猴杰嘛 那个我们修行人叫猴伦里面的中央的那个 明光 明点 接着个珠子就刚好是槟城岛 宾城岛这个珠子 就像龙珠一样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能够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人 等于说你们前辈子修 已经修到喉轮了 懂不懂 你要不还要在吉隆坡 吉隆坡是什么 肚子 下腹腔 你要从下腹腔还要到胸腔 从胸腔还要到喉轮 从喉轮再上去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没心轮了 所以你离成佛是不是很近了 这个时候你们还不再觉醒的时候 就给你们痛苦受 痛苦受 所以槟城人很多难 很多难 很多难是好事啊 为什么 让你觉醒 不要再作甚 看你们这个国家的猴蛇 是不是也在这儿 几任领导人都是拿着话筒 指挥国家的 也在这儿叫猴 对不对 猴蛇 国家领导人就是猴蛇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你们要从地理上知道 生在槟城的人 是有大福报的人 掌声一下吧 都不知道给自己一个古地 哎呀 痛苦是好啊 记住 痛苦是好 是让你觉醒 不再做人 不要在这个锅里面一个冷水里面自由自在 不缺钱 不缺吃 不缺花的 然后自由自在地活着 哪知道底下已经架着火在烧鱼汤了 对不对 那你等着你醒过来已经变成鱼骨头了 然后肉化成汤了 那不就是这个就是六道 最后谁不死啊 谁不变成骨头 我们觉醒的人 我就是没变成骨头的时候 我就跳出六道轮回了 我不变骨头 我不变鱼汤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痛苦的人 好比就是一锅热水 你是个活鱼 往里一丢你怎么样 你要跳啊 但是你们这些笨人是知道痛苦不跳啊 哎呀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不跳不跳也被煮死了 所以我们知道痛苦了怎么样 跳 跳出轮回 我不在这个锅里了 我不在六道里面了 但怎么样 修空明觉性 修金刚身 修不坏身 跳出这个轮回 所以等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是个透明身 金刚不坏 去到金色解天成就了 成报身了 那不修炼的人 你看着他现在在冷水里面游得欢 最后是什么 出来的身体还在六道里面 在受苦难 那么 讲到本尊后面的这个圆满次第是什么 就跟这个有关系 自天子一致熟人 一是以修身为本 是修这个肉身变成光明身 所以要求你的气脉 所以要求你的气脉明点 七万两千条脉和体内所有的明点都亮起来 每个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展开的DNA里的连接处的 这个黑子白子都要变成透明光子 变成无量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修身为本 是真正的要炼身 使自己将来的黑身 黑咕隆咚的鬼身 变成透明身光明身 从躯壳中出来 那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五脏六腹炼光明 四肢百合炼光明 气脉明点炼光明 如果以你们这些懒人 一辈子就是一天还练 一个小时都不肯练的人 你们指望什么练光明啊 这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本尊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在修一个半小时的本尊的时候 实际上你刹化成光的时候 刹 本尊一进去以后 这个时候不是你自己在练 是什么 本尊它是光明身 它进入你的身体以后 它嫌你的身体太肮脏 它要放光先进化 掌声一下 先进化 先进化 你这个 这本尊就把自己光了 懂不懂啊 不然你自己那点小火苗 你想着把它烧化烧化 你太难了 它是大太阳进去 啪就亮了 对不对 你寒冰 外面的寒冰 你要拿一个小火炉子去烧 能化几块冰 能化几块血 满天地的都是冰雪 对不对 大太阳一出来 什么照一天 所有的雪都化成水了 所有的冰都化了 所以你如果是像这些本尊的真身 进入你体内 化成智慧尊 你真成了孔雀明王的时候 那大太阳一照 你那个冰雪自己怎么样 就化了 所以这个本尊是修行成果的关键 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本尊修好了 可以瞬间光化你的肉身 像大太阳照样 照这个冰雪世界一样 瞬间融化掉 靠我们自己 炼点呼吸器 炼点小火苗 炼点灼火 你这几大节你能修成啊 那就太难 所以是在密法 他的书生就在借本尊身 炼通我们的气脉明点 这就是圆满次第的气脉明点修炼 所以是在我们密法里 有修行三根本 修行三根本 第一 你要有一个去法的上师 教你这些方法 这个就是上师是成就的根本 第二个是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也就是说你要透明身 最后是要你成佛 不是你成了孔雀明王 是你自己要用自己的肉身做模具 锯出一个佛来 锯出一个透明身 金刚身来 所以要修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行好 那么为什么 最后要用这个身体做模具呀 人家翻出那个佛像那么漂亮 你翻出少个胳膊 少个腿 说这多难看 对不对 那一定要做模具嘛 那你就要修三十二相好 八十随行好 修空性 到处都放光明 胳膊也是完整的 腿也是完整的 不断胳膊缺腿 最后翻出来的佛才是完整的佛嘛 对不对 才圆满嘛 圆满报身佛嘛 所以最后是修圆满报身佛 那就是圆满次第 就是在升起次第的另一个层 但是也要以什么为根本呢 以本尊法为根本 本尊法 那么这个功德圆满始成佛 在本尊中积累功德光化肉身 这是成就的根本 第三个成就的根本叫空行 就是我们要有空行护法 天龙八部护法 然后诸佛菩萨护法 地神护法 土地城皇护法 这些都是空行 有在空中行 有在地上行的 他们会非有神祖通 都叫空行 所以空行是护持我们 他护法 你身上有法 你身中有佛 你有本尊的时候 那就是孔雀明王在天龙八部 一定来拥护于你 为什么 他是拥护的孔雀明王 孔雀明王在这 他不拥护不行 那你就被拥护了 那些邪魔的东西就离你远去了 就不能作用你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成就圆满次第 也要在本尊中成就 圆满次第在上面 还有个大圆满次第 圆满次第最后修出一个自信尊 是你的报身 透明报身 长得像你的一个身体的成就 但是这个还在菩萨 菩萨有了你的这个形体 叫登地了菩萨 然后二地三地四地 最后八地不动地 不动地就是你不用观修自己 别人看你都是透明的一个大菩萨 大佛 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现在 这叫不动地了 不动地上面到了十地法云地 那你就可以化身很多的 你自我的身 去诸佛菩萨 去供养诸佛 去帮助众生界 所有的众生 去护持他们 所以这叫十地法云地 那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 只有一个月亮 但是在一千条江里面 世界各地的江里面 都有一个月亮 所以这就是化身无量了 这叫法云地 然后到了这个上面是等觉妙觉 最后成就佛国 那么为什么要 还有等觉妙觉两个次体等着你 那就是要修成无上大圆满 无上大圆满是跟佛等 跟佛妙 佛能变化的你能变化 佛能做的你等同一佛 所以叫等觉妙觉两个国位 那这等觉妙觉的国位 你要做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众生来求你帮忙的时候 它是跟观音有缘的 所以它看你就是观音菩萨 那这个众生跟要是佛有缘的 它看你就是要是佛 那个众生跟这个文殊菩萨有缘 它看你就是文殊菩萨 这个时候叫什么 无相无不相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相 但是你是所有诸佛菩萨的总会 诸佛菩萨都从你这个地方展现出去了 这就是无上大圆满 无上大圆满 叫无上瑜伽布 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修炼的次第 是这样才能成佛的 不是大家以为的 我拜拜 我念念 我就可以成佛 差得远 你没有在行部还是被保护 在瑜伽部 就是升起次第 为什么叫升起 你才开始入门修炼 这样看来大家在这一生中 你是不是太冤枉了 你们这个修了二三十年没有消息 一点成果没有 一块专门记下去 是不是一点没有智慧 是不是一点成就没有 说今天开始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就是我从今天开始 开始实修实证 接下去的二十一天 必须每天做一做本尊法 一个半小时 待会儿待修待练的时候 就一个半小时 你成就本尊在里干什么 西增怀珠四种事业 利益一切大众 不是为你自己做 当然也有为你自己的冤金债主 为父母 为兄弟姐妹 为所有有缘众生 九族来做西增怀珠 西就西面一切不吉祥的事情 都在内 不好的事情 车祸 八难横死 水灾风灾 他能吃一脉五毒 都把它西面 西面了以后 大家就不吵了 就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 和乐我们这个世界 那这是西面 然后增是增吉祥 我们这有个同修 他很好 他做的这个 祈愿灯 我们这个 让他批量生产 为什么 所有都是吉祥 你看 什么 红韵当头才冤广进 什么 这个高中状元 一切的吉祥 对 都让他增 要鼓掌就鼓 你要就拿 对 你要就拿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叫增吉祥 就是无量的都要增吉祥 这就是增法 我们在本尊里面要增 增吉祥 然后再下面是什么 增吉祥 在孔雀苗手里 他拿着是一个吉祥果 吉祥果 就是所有的吉祥 都要使他增长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他手里拿着一个莲花 莲花是什么 莲花代表着 无缘大词 什么 同体大悲 就是怀爱 我们对自己的亲人怀爱 对父母怀爱 对兄弟姐妹 对孩子怀爱 我们还要对什么 敌人怀爱 这个使所有的小人 变成我们的护法 变成我们的朋友 变成我们的善缘者 把所有的敌人感化了 不跟我们打架了 成为我们的同盟军 所以这是怀爱法 这怀爱法呢 就是你跟孩子关系不好 怀爱他 他就很快的 就跟你关系好了 老公 太太 夫妻关系不好 你怀爱他 他很快的就 改过来了 就对你爱得不得了 所以是所有的同事之间 有争斗 上下级关系有争斗 你用怀爱法 大家都爱得不得了 都不忍离职了 都跟你这个老板干嘛 你看这个怀爱法 就是一个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一个怀爱 所以是我们还跟冤金这主怀爱 让他们都过好日子 你怀爱他 他都过好日子 他就不来烦你了 不是 那你也就吉祥了 这是怀爱法 那么还有个诸灭法 诸灭法是相符法 相符法就是 那些要来脑害我们 怎么说都不行 我用了西增怀 三个法都没办法帮他 他就是要做恶德的 他就是要害人的命 这个时候用什么 用诸灭法 诸灭法是诸灭他的色身 超度他的灵体 以前释迦牟尼有一世的时候 他是一个修行者 受了比丘界 但是他一个是习武的高人 所以他坐船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要把这船上的 五百商人都杀了 抢他们的财物 释迦牟尼一看 这个强盗要杀了这五百商人 这五百商人 未来是五百阿罗汉 就淡了他们 成阿罗汉的果的时间 那么这个强盗就要下 无间地狱 就是永无出渠的地狱 但是他要杀这个恶人 他就破了戒体了 因为他是比丘 所以他又不能杀 他就在纠结 到底我杀好还是不杀好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杀掉这个强盗 救着五百商人 最后他出于一念慈悲心 说我杀了这个强盗 他就杀不成五百商人了 然后他就不用堕 五五间地狱了 他不用受那个苦了 这五百阿罗汉呢 五百商人因为不被杀 他成阿罗汉的时间不会退役 所以说那我最终 只是受害的是我一个人 破了戒体 那我就不管了 我下地狱 让他们都能够解脱 所以说最后他就 把这个强盗杀了 杀了之后结果他没有下地狱 他结果证果了 证果了 那一事他应该完成了 果地他完成了 这是在他的本生记里 描述的一段故事 所以我们的诸面法 是做什么用的 诸面法 大家知道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对不对 你们看那个戏 白骨精有没有被打死啊 打死是他的那个行身 灵道跑了 一点灵光跑了 是不是 然后结果都是假的 所以说我们诸面 你们的色身 也只不过就是个杯子 一个气而已 所以说那个不重要 但是这个身会带来你作恶 因为你的神识带来着你要贪 你去作恶 你要杀人 所以说灭了你这个行身 你的后天意识就破灭了 后天意识破灭 你就不能作恶了 不能作恶你就不堕落了 所以老子说 五之大患未无有身 极武无身我有何患 我们的贪嗔痴一脉 为了财色明时睡 然后造了地狱五条根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 我们不会造这些恶业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诸面法是 灭起行身 肚起灵魂 去极乐世界 去觉醒 要修炼 不要再作恶 要去弘法立生 要去修法成道 所以大家这个才知道 这个是什么 这是密法里的西增怀珠 珠灭法的实相义 要懂 当然不是你真的拿刀 把张卜生给杀了 那你就真的放上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在法界里 行这个 你的孔雀明王 现身了以后 来行这个西增怀珠 不是你因为 称恨张卜生 把他杀了 那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不能有称恨心 是行诸法 要有前面的西增怀 怀爱法 慈悲法 慈悲心去行诸面法 这就是孔雀明王干的事 在本尊中 本尊干 不是你要干 你不要 这个 齐心动念 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 我们在修法的过程中 你要重视 你用什么在修 这里就给大家普及一点知识 我们人呢 人这个经常说心 修心 修这个心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心 有人说心脏啊 这不是我的心吗 要不大脑啊 大脑啊 我在 这是心在想吗 这应该是我的心 要么就心脏啊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心 这是我的心 是不是你的心呢 不是 这个心是什么 这个心脏 它是一个器官 跟肝脏啊 跟肾啊 它是个器官 器官它是 这个里面要 心使气 越强 什么意思 这个心脏 它是里面要有气的 口鼻吸气 气进去了以后 心脏有了这个气以后 支配这个气 使血液什么 循环 所以人为什么 一没有呼吸气就死了 为什么心脏不能循环了 所以我们的心脏 这个脏气 它是靠肺这个脏气 吸了气以后 然后进去我们的心脏以后 融入这个血液以后 有一种推动力 心识气 使这个气去推动血液循环 叫心识气越强 这老子所说的都是功夫 所以它只是个脏气 那么呼吸气 能不能够推动心脏去循环呢 冲动血液循环 不能 因为这里面要有一个神主 你们经常神主牌 神主牌 要有一个神主 死的人有没有肺啊 有肺 死的人有没有心脏啊 有心脏 那为什么不呼吸 为什么心不跳 神主离开了 神主离开了 真正支配心脏能跳 肺部能呼吸的是有一个神主 有一个神主 那这个神主呢 在古人就把它分成先天和后天两种神主 后天神主叫食神 食神是什么 我们有识别力的时候 三岁之前的孩子几乎是纯真 一片天真无邪 没有好坏善恶的识别力 三岁之后我们的这个性门封闭以后 人开始学知识 这个时候才从爸爸妈妈老师那学 这样不对 这样对 开始有识别力 识别力 所以这个识别叫后天食神 这个神是我们五允组合起来的神主 你的色受想行使的经验 累积成了一个化身神主 这是后天生成的 这叫食神 食神 那么我们没有生成食神的先天状态 三岁前的先天状态 我们是什么在支配呢 说这个时候 古人称之为 灵在作用 也就是你的五蕴 你的识别力 你的善恶观念 还没有固化形成之前 是你的本觉原神 本觉原神 这个神主 祂是你的灵 生成的一个本觉力 祂在眼就能看 在耳就能听 在鼻子能够嗅 在舌就能够讲话 所以这个叫本觉 在我们的原觉经里面 讲的原觉 就是这个神主的功能 我们的后天的食神 这个神主 五蕴足合以后 我们的色寿响行使 导致我们的经验之后 我们形成了意识心 叫思虑心 思虑心 这是思虑心 意识心 八识 眼耳鼻舌身 意 身 眼耳鼻舌身 这五识叫前五识 第六意识叫 第六意识 叫这个惯性意识 第七意识叫摩纳识 第八意识叫阿赖耶识 那这个八识 第八意识是过去识 跟今生意识的总和 它是个再提 所以这个神主呢 我们有第六意识的神主 第七意识的神主 第八意识的神主 还有前五识的神主 这些都是后天食神 后天食神 使你会思考 会有善恶的诀别力 会去做人间的事情 你是个工程师 你是个思想家 你是个教师 这个食神使你变成了凡夫 变成了凡间的一个分子 这叫凡心 这个叫凡心 那么我们的先天本觉的灵 它本自有一种意识 这个就叫先天原神 原是本源 起初 本自的意思 那这个本觉 为什么这个灵光 会有这个识别力和意识呢 我们今天科学家揭秘了 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它是本身就是自然属性 不是谁给它的 叫本具撒脱 本有撒脱 所以这个光子具有意识性 才在十年前 科学家证明了 光子会思考 那么光子有颗粒性 有波动性 有思考性 就是它本自具有思考力 和抉择力 那这就是我们先天原神的神主 神主 所以我们今天说 神使离开我们的身体 佛教里这个语言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神是原神 实是实神 这是两种神的作用 两种神的作用 所以我们叫神主 那么后天的思虑心 思维心是意识心 这就是造就了你六道轮回的种子 它不能使你成佛的 但是它可以精醒我们 叫思维修 思维到我最后人生的结果的时候 是没有结果的 这就叫思 思维修 所以思维修 然后让我们知道 我必须要找回自己的 本有撒脱 本有决心的 真神 真心 真心 所以真心就是什么 真心就是我们的本觉 就是灵上的作用 而不是思虑心 不是意识心 所以我们要转八十乘四智 那么这个本觉心 本觉心产生的作用 在我们在这个五智里面称为 法界体性智 用这个本觉法界体性智 转八十乘四智 转第八的也识 成大圆境之 第七意识 莫达识 成平等性之 第六意识 转成妙观察之 前五是转成成所作之 这样我们既可以圆满人间的事业 又可以利用人间的事业 己功累得 功德圆满 我们此生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重视的 那么你们之前接触的事业部佛法 或者有一些人修本尊了 修秘法了 你们是用什么心修的 告诉我 用什么心修的 是用想象 用思虑 用自己的意识 这叫一家什么 一切家 这都是种六道轮回的种子 但是我们修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第一步你不能做 叫一家一切家 一真是吗 一切真 这第一步要做记指的功夫 叫直观的指 记指是什么 记指就是使自己的意识心 思虑心 不能够发生作用 发生作用就是六道凡夫 所以不能发生作用 然后我们不能发生作用以后 这个时候你把所有的意识心 思虑心记灭了之后 再出来的一个觉知 那是什么 那是本觉初心 我们叫重视出发心 出发心 这个出发心是这个出发心 是你产生本觉 我还活着 我在这个 我这个听到了 这个 这个一下 这就是本觉出现 不是说我出发心 我要做菩萨 这个出发 我是这个心 结果我做了凡夫 不是这个 是你的本觉的原名的真心 灵明觉知 就是这个 是不是 那你这个出发心 你没动念的时候 这一念生起 有个觉知 这就是你的第九真心的作用 第九真心的作用 是只有做记指的人 懂得记指法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开始进入真修 否则你用思维修 用思虑心修 通通是假 通通是假 叫一假 一切假 用了假的种子 不是真的如来种 如来种是第九 灵明觉性 不是发实 在这个记指的过程中 所以说 为什么让大家用这个 直观的执法 最后启动自己的炉火 因为第九真心 它被你陷在你的身中深 心中心里面的最深层次的 被一层网 两层网盖住了 所以你怎么样才能真正的拿到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个门 使这个本觉出来呢 古代 这个我最近在推《黄庭经》里面就告诉大家一个秘法 叫什么 这个回子抱黄入丹田 什么意思 就是你定要在下腹腔的下玄关窍 也就是你的这个阴桥区 南的前列线 你的子宫口这个地方 升起这把火 这把着火升起的时候 然后使自己的紫气 底下是水啊 有了火一蒸 这个什么 使紫气东来 升起来 升起来以后 升起一个隐之 隐之就是灵之 我们在道家成为隐之 在佛家叫什么 紫金莲啊 开的一个莲花 灵之大家知道老虎座嘛 对不对 像一朵云一个柄 开始一点慢慢慢慢画成一个大云彩 叫隐之 隐太的灵之 在我们佛门叫紫金莲开 紫金莲开这个 然后里面有黄 回紫抱黄入丹田 黄是地气 紫是天气 这就是天地合的光气 然后才是打开我们黄庭真心所在的两把钥匙 一把是地气 一把是天光 这两把钥匙有了 就是一个是代表天的紫气 一个是代表地气的黄 这两把钥匙 一个紫色的钥匙 一把黄色的钥匙 才能打开我们的真心所在的这个地方 然后使你的第九真心才能够悦然升起 第九真心悦然升起的时候 它的一点光 灵光上冲你的大脑松果线体 瞬间在你的这个上玄关翘 就会映现出一轮明月照西川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让你们修宝月亮 所以是在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这叫上玄关开 翘开 下面是下玄关翘开 这个才能开 所以你们为什么有的人老是说 老是我老没看到那个月亮 老是没看到月亮 你老不肯向下修那个灼火 修红光珠 你不肯报地气 你没有地的黄气升起来 你只有在上面修 只有天的紫气 少了一把钥匙 打不开自己的上玄关 所以是打开自己的黄庭的人 才能真正上下两个关窍都开 下面发热 上面发亮 叫炉中不淡千年火 心静长玄 西天远 那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宝月轮 才开始进入观道有微的观法 叫圣观 所以是历来把这个宝月轮 成为圣月轮 圣月轮 那么只有这个性光 这是你的性光展现 下面是命火展现 性光展现以后 光中才能化佛 无数意 化菩萨状 亦无边 说在这个时候 你才开始真正的行事业部的拜法 你才能够知道宝月轮里面献出的观音 是真观音还是个狐狸精 这又叫照妖镜 所以是当你真正修成宝月轮的时候 你去一个坛城 你不想拜的 那就不要拜 为什么 那上面都是附体 都不是真佛 是问自己的宝月轮 影现了 照住坛城 如果是真佛菩萨 你的这个宝月轮里视线的就是观音菩萨 或者这些圣者的全身 现全身 然后这就是证明这个地方的师父是真的 所以是我的上师 熊春景教授当时教我的时候 去庙里不要乱呗 我说师父那不拜不敬 要拜可以 在宝月轮里拜 把这个宝月轮放大 然后往坛城一照 一看 黑咕隆咚的他们就现行了 是个狐狸精 还是个黄鼠狼精 还是个鬼 还是个什么在上面 我们叫狐狂蛇鬼 斯大利灵气最大的 他往往是附在佛像上面 所以你的宝月轮往上一打 他啪就现行了 他一显行以后 啪他跪下了 他跪下了 他求你饶了他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什么叫照妖镜 就是这个宝月轮 就是这个宝月轮 孙悟空的这个火眼金睛 那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宝月轮实现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要修成本尊法 为什么 你们在事业部 你们没拜对 你们在行部 没有这个月轮 怎么去把这个 诸佛菩萨的心咒的心轮弄进去 印不上去 印不上去 然后没有这个宝月轮 在修本尊法的时候 你怎么从光中化出莲花来 怎么从莲花上生起种子字 种子字里面 现诸佛菩萨的全身下 这都是要光中化 不是你的大脑意念 刚才说 你用自己的八十十身修 一甲什么 一切甲 所以你们用思虑心 用思维心修 用想象心修 都是什么 都是在世人行邪道 一甲一切甲 所以待会儿让你们修 一定在宝月轮里面影现 影现 一定把本尊的相 本尊的相 对着自己 这叫对生本尊 对生本尊 然后把本尊的相 本尊的整体相 往月轮里一收 啪一存 左眼右眼 啪一存 再如果是觉得不清晰 我盯着本尊的脸 啪一存 本尊的四只手 手臂 啪一存 本尊的莲花座 啪一存 本尊的背光 啪一存 本尊的座际 啪一存 座际下面的莲花 啪一存 最后把这所有组合部分 整体啪一存组合 很细致的一个影像 存在光中 存在你的 这个宝月轮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光里面 放了一个佛的什么 模子进去 模具进去 用这个模具 最后模具没了 最后模具用光 具成了一个真的 本尊的 世俱尊 在里面了 然后把这个世俱尊 就是我发誓要成为这样的本尊 成为空间 放入心中 收在大脑 放到心中 胸口网上面的 黄庭 庭院的 宫殿里面的 不动明点里存入 存入 存入里面 这个时候 你的那个不动明点里面 映现出的是世俱尊的 这尊 孔雀明王的影像 因为种下了种子 种下了种子 然后这个世俱尊成了以后 那么需要把 真的本尊请下来 说是你去上去请谁 说还是把这个本尊的影像 啪放到这个宝月轮里面去 啪 踏一个模子出来 然后画成一个明点 从要眼睛往上翻 闭着眼睛往上翻 从百会去 啪 把这一个明点送到虚空法界 到一真法界 到诸佛菩萨的净土去 圣居天里去 所以是圣者一看 后发一看 你的明点啪一展开 原来是一尊孔雀明王像 就知道 他是来请孔雀明王 佛母的 然后他传递 用量子纠缠 瞬间让佛母知道 佛母啪一分光 一点灵光下来 进你上面的模型里面 他就画成了一个什么 孔雀明王佛母的大化身 这个化身进虚空变法 再放光 照耀你自己 照耀所有的周围的法界的一切众生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 有一道清凉的东西下来 周围都一下子安静了 这是什么 这是英请智慧本尊 就是本尊原身 本尊的化身 最后放完光以后 啪又变成明点 从自己的中脉 百慧 夸进来以后 又安置在你的胸膜下面的 心中心里面的 那个世俱尊的心中心里面去 这一点明点做种子 这是智慧尊的种子 真正的本尊下来了 所以啪 在这个 借着这个世俱尊的这个影像 啪 拇指大小的一个孔雀明王 开始化现 化现以后 插插插插插 放大 跟你的身体合一 你坐下是大孔雀明王 然后慢慢再放大 进虚空变法界 变成一个大孔雀明王 佛母尊的化身 这个时候在里面行什么 西增怀珠慈法 所以之前让你们修止观 很多人很懒 以为这个不需要 我就想着我是孔雀佛 我想着我去的极乐世界 我想着 对不起 你是凡夫种 你用凡夫的意识心 你一辈子念佛 喊破喉咙也往下 念佛入心 是入在黄庭里面的心中心 互伦互心 也是互入这个心 是真心 不是你的意识心 不是你的心脏 现在搞明白了 所以是不要在 在胡思乱想里面修 修成精神病了 精神病里又多了几个人 精神病院里多了几个人 所以是很多修秘法的人 最后去了精神病院 然后不理人间事 不务正业 人的事情做不了 你记住 如果一个修法修得好的人 他是人中龙凤 他在行使人间事业的事 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才为众生做楷模 众生才跟他学佛 如果一个学佛的人乱七八糟了 家庭乱七八糟的 事业乱七八糟 弄啥都不成功 那这个跟他学倒了没了你 你跟他学倒霉啊 对不对 他什么都不成功 你跟他学 所以大家记住 你们要与什么人为伍 你们以什么人为朋友 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度他们 拜托 你先把自己度了 你度了再来度那些倒霉蛋 你上来你就跟一些倒霉鬼在一起 你很快就被染成也成了个倒霉鬼了 不是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与什么人为伍 我们天天跟什么人在一起 我们很容易成为什么人 所以我们真正正修的人 你们要做众生的护主 做众生的楷模 事业上大成功 财富上大成功 所以这就是我们修秘法 为什么在唐朝的时候 是国富民安 整个的国家特别的富强 老百姓特别的心安 那么就是因为它是富贵法 我们叫求什么得什么 所以今天在唐秘 就是到唐秘传承到日本的东秘 很多修孔雀明王做本尊 在这个藏传秘法中 不太怎么见他们修这个本尊 但是你们要求所愿 心灵满足 要所有的冤亲债主 都不能够再来讨债 大家都不再愿家 结成死结 而打开这些心结 我们一起成佛 就好好修这个孔雀明王本尊法 可以利益你们 所以这就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 你自己修是否修对了 你是否用先天元神 还是用本觉真心 真神一点灵光再修 你还是用了后天的思虑神 想象神 思维意识心 那你用这个是用十神 是六道轮回的种子 没有希望的 你有希望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 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元神调出来 怎么把自己的本觉心调出来 这个你要调心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 调息 调息 心是猿猴 他老是这个后天的时神 停不下来 所以是 只有这个调息 叫锁了心猿 然后使自己的一马 栓心猿 锁一马 调气 就是调这个马 我们的意识随着气的急躁 而意识不能够安静 就急躁 只有把呼吸调到细慢云长 我们的心才能静下来 是要拴了这个一马 才能锁住心眼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行在调心之前 一定要调息 看鼻尖 调呼吸 调到没有呼吸 是最高的境界 达到了真吸 真吸生的时候 然后真神就出来了 否则就是你在意识心里面作用 所以是 为什么让大家最后 安住在火龙珠的时候 呼吸在火龙珠 吹风吧 风吹那个火 呼吸在火龙珠 意念在火龙珠 然后牙耳鼻舌身意都到火龙珠 这个时候 晃兮呼吸 晃兮呼吸 自己消失掉了 自己消失掉了 思虑心完全不产生作用了 这个时候你还活着 就是本决心在作用 就是本决心在作用 就是你的真心出来了 真心出来 再开始修法 这就进入了圣观 我们在真心里面 在宝月轮里面 开始修本尊 修其他的 你念族也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念 否则你都在思虑心里念 一假一切 喊破喉咙也枉然 所以你念族 你念佛号也要调息 调心 调到自己的原神出来 真心出来 再念佛 念念入心 再念族 每一族都是心族 是你心里出来的心族 不是佛菩萨的心族 记住心智都是你心里 要解护轮 护住你的这个心 结成金刚护王 这叫心智 观音心智 绿度母心智 金刚撒头心智 不是说他心里放着光来照 不是 是你自己的心 既是金刚撒头心 既是度母心 在这上面接护轮 产生心音 然后产生作用 才能度众生 所以是念佛入心 是入到这个心里面去 只有行止观 才能入心 大家念了二三十年 拜了二三十年 都是盲羞瞎恋 都是胡乱胡搅慢缠 所以重新认知这个 我即便拜佛 我又要行完止观 我再拜 我再供养 用心供养 一柱心香 上九天 一半心香 上九天 因为你在真心里面 供养的香 就是真香 你在这个真心里面 供养的物 就是真物 真光化现 上供了 把它的场境 上供了 所以事业部佛法 也要修了止观 再供养 那么这个行部 更不用说了 要入心 咒伦入心 本尊都是从 星光里面 化成的本尊 不是你想象的本尊 那么在修气脉明点 最后是从 你的中央的心 放出大日如来 才能够瞬间 把你身体 所有的气脉明点 修个遍 你光修颅脑腔 就修了颅脑腔 你不能修脚下的轮 你修了肚脊轮 你就不能修喉轮 我们怎么样 同时可以把七轮 把三脉 都同时修 很简单 就是大日如来 你心中的大日如来 你的发身如来 普贤王如来 普贤 普贤就是 没有个地方不贤惠的 没有个地方不显现的 这个叫普贤王如来 所以他在我们的 汉地意音里面叫 大日如来 就像大太阳一出来 三百六十度的照 上下左右 前后 无处不照 这个瞬间可以把 七万两千条麦 七个轮 三条麦线 任督二麦 毛友二麦 然后七经八麦 十二经落 所有的血窍 毛孔 都打开 只有大日如来 有这个本事 所以只有进去真心 你才能够快速地修 气脉明点 这也是要从真心里面修 你最后人家看你是什么 是他的心和你的心相应 你的心做了一个他的护主 然后从你的心上献出 他要的相 他要观音 你就献观音 他要是佛 这是无上瑜伽部的 无上大圆满部的 那你就做了众生护主 众生的依靠 然后这个时候 在无上大圆满 才能够功德无量 你不能说你只是观音 你不能做要是佛的事 不行 你这什么都能做 这才叫功德圆满 众生当以什么神得度之 而我事件什么神 而度化之 这都是从真心里来的 你没有真心显现 你不肯修止观 你都是假修啊 喊破喉咙也枉然 也不能去极乐世界 如果你从自己的心上 修无量光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 那你去极乐世界 瞬间就去了 量子纠缠嘛 说是你活着的时候 你就天天去极乐世界 活着的时候 在极乐世界里面 做人间的事情 把人间变净土世界 把极乐世界展现在人间 让每一个看到你的人都快乐 让每一个接触你的人都光亮 都不被邪魔外道所左右 那你不就在行活着的 阿弥陀佛的法吗 那你不就是在极乐世界里面吗 那你不就是可以真的舍此一报身 我不要再来的时候 我自然化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吗 哪里要向外面去求一个极乐世界 世人行邪道 念佛入心 既心是阿弥陀佛 既佛是心 是你这个真心 这是你真正的坛诚 所有的佛法都从这修 大家要重视 所以通过调息 谎息呼吸 进去自己的这个真心里面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人习惯于用意识心 用思虑心 所以我们真正要修的是真 修真法 所以一定要调心 将心调到先天真意状态 然后再呢 就是开始修法才能成功 然后所以调心要调息 要调真息 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呼吸 好像完全呼吸也没有了 这个叫真息 真息才能够真心显露 才能真修 所以说是在真正这个 既旨了以后 你的这个月轮显现以后 那这个时候 才在月轮中升起 真的功德力 才开始真修法 你无论修事业部 行部 这个行部 这个瑜伽部 无上瑜伽部 那么这个都要成什么 从这个真心开始 从保月轮里面开始修 那么行 西增怀珠四法 也是要从这里面修 当然在本尊法最后 还有一个 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归于明心 这个明点里面以后 化空的这个过程 最后在空性光明中安置 叫明体禁忆 这个是在修本尊最后 有这么一个要求 所以大家呢 这个大概呢 我就也就把它讲 讲了前面的这个开始 就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在正式修法时候 要做一个灌顶 要做一个灌顶 灌顶不是说 你非要做灌顶 你才能修法 这个都是颠倒的 好像是 这个法是张卜生的 你不经过张卜生灌顶 然后你就不能修这个法 这是极大的颠倒 这是依人不依法 有些人 我传你法 你一定要给我红包 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 我不允许你修 你不可以修 你看什么都是我我我 法有我 人有我 这种一听就不要跟他修了 灌顶要把大家的灌顶讲清楚 为什么要灌顶 老师拿这个给你灌顶 灌顶 把这个给你砸到身体里面去 那不是我成杀人犯了 对不对 把你一下子给你砸死了 老师把这个给你灌进去 什么灌进去了 记住 这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物质的 物质的都有一个反物质 对不对 就是这个我们称为场 这个是实体物 那个由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组合的同样的一个它 叫它的场性 就是我把这个拿走了 这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是它的场性 然后场性和食物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场性比食物大 什么意思 我们弄块小磁铁这么大放这 它的磁场可能会这么大 可能放大到整个屋子 对不对 一个磁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给大家灌进去的东西是什么 灌进去的东西恰恰是暗物质 暗能量组合的场性 灌进去的 灌进去以后 看着这么小 实际上它放大的时候怎么样 它就很大 那这个场性的作用力 是根据上师的功德力 他自己修法成就的功德力 来变现的 什么意思 它能够放大到这个房间吗 这就是磁铁磁石的磁寒量 磁寒量 所以你找到一个上师 他能够给你灌一个磁铁 它就是一个房间这么大的磁场 再找到一个厉害的 他能灌你一个槟城这么大的磁场 再这个厉害的 灌一个马来西亚这么大的 再厉害灌一个地球 再厉害灌一个太阳系这么大的 银河系这么大的 再遇到一个真正成菩萨的师父 他能灌一个虚空葬的给你 他就在整个虚空葬里发生作用了 整个法界中发生作用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医治一个 真正有修正力的师父 就是他已经破了自己的有 能够在空性中完全展现虚空法界 三千个大千世界 那你得到他的灌顶力 就是无比殊胜的 所以大家记住 师父给你灌顶用的这些法器 都是把这个实体物的长性灌进去了 那这个它有什么作用呢 这是大家可能是 你们很多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器皿 你们大部分看到的是这样的比较多一些 还有平面十字的比较多一些 这个立体的就很少看到 这是因为受以前的造法器的技术影响 它造不出这样的一个立体的 我们今天科技发达了 所以就把它还原 这是谁 这是金刚洒陀的三昧野形 这个金刚洒陀 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有佛部 有菩萨部 叫佛部 莲花部 宝部 结膜部 结膜部就是可以产生作用力 使西增怀珠发挥作用 使你的所愿吸灵满足 叫结膜部 那么这都是翻译过来的 那么这个宝部里面的修法 就是三昧野形 就是师父手里拿的这些宝器 金刚洒陀是零根处 零根处 它是这样的宝器 那么实际上金刚洒陀的 在视线中 镜像中给我视线的 就是这种立体的 立体的 为什么它是这样立体的 就是这个代表你头顶的摆绘 这个代表下面的绘音 它要经过四个剪辑的螺旋 大家知道现在的剪辑 就是天地的一个螺旋 双螺旋 因为它只看到物质的螺旋 它没看到暗物质的螺旋 暗物质它不可测 那实际上是师父们用这种 这个四股叫五股金刚处来实现的 这是九股金刚处 我们先讲这个 来实现的是物质的双螺旋 和暗物质的双螺旋 也就是我们修行人多么有福报 你跟实俗人不同 实俗人只能用4%的物质 你们会用什么 96%的暗物质来 使自己的神体 另外一个身体 透明的明体发生变化 实俗人他不懂的这个 你不要以为他现在是个 有钱的富豪 有社会地位的 他不如你们 因为他死了就变成一个鬼神 你们是死了变成透明神 这绝对是两重结果的 懂得修炼的人才是师父们最尊贵的宝 叫佛宝 师父对你们特别重视 因为他要把96%的暗物质 暗能量给你用 帮助你把你的肉身变成透明神 光明神 那么实俗人他不可能接受这个 他都不肯接受师父们怎么给他 说大家要尊贵自己 我们是了不起的人 所以这个呢 金刚撒头的就暗示着四个剪辑的螺旋 这是来自你的前面的一个洞 后面一个洞 中央一个洞 左面一个洞 右面一个洞 来自天的四股螺旋 加中央的一股光 神城的光的连续的一个通道 叫神路 神路 所以这样就使天和地的能量 在你的黄庭凝结 心中心凝结 聚在里面 这个叫充气以为和 一个阴一个阳 啪啪啪啪放电 你里面就变成无量光了 就进化了 然后后面的跟前面的双螺旋 然后四螺旋 然后左和右的四螺旋 最后都聚在黄庭一点枕里面放光 所以大家要记录 这是什么 这是金刚撒头 就是练报身的秘法 报身的秘法 所以等于说三病也行 已经在传法了 所以把这个给你们灌进去 就是为了你们心中的那个明点 能够打开 刚才说你要有地气 有天光才能打开 现在师父用这个宝布的气 的场进去 哗就给你打开了 等于说用了师父的钥匙 要鼓掌就大声点鼓 再偷偷摸摸 所以我们待会还要用金刚灵 金刚储给你开脉线 我手中拿的是九股金刚储 九股金刚储它是代表着什么 我们除了四正脉以外 我们现在是人 我们在头的左前方右后方 右前方左后方还有四个洞 那就是连接我们的八脉道 也就是前面是四正脉 前后左右四正脉 旁边还有四肌脉 所以是四对双楼弦 我们是这个DNA只是一对双楼弦 刚才说这是两对双楼弦 实际上我们如果是精细修 精细修可以修四对双楼弦 使自己的放光力更强 放光力更强 就是那么有这个历史上传承有九股的 九股外面八个中央一个光嘛 是九股的 那中间这个都是属于你的明点 中央的那个不死的明点 这个中央也是这样的一个明点 一个珠子 但是这是把它放大了 如果小 它就是小到头佛丝的百万分之一嘛 所以是这些东西呢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讲 为什么它每一个法器的作用 将来有机会我再给你们讲 每个法器都跟十项修炼有关系的 所以我会用面前的这个 阿兹水晶球给你灌顶 这个是九龙珠给你灌顶 这是阿兹水晶来自 水晶球来自天 这个是来自地 因为你们要有地上的九股龙的能量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来西亚是南龙的能量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推出的 这个是九龙珠的凝聚体 也就是把九龙东西南北 东北西南 东南西北 然后九条龙 加西马拉雅山中央的黄亭点的能量 都聚在这个里面给你用的 所以是要把这个能量给你灌进去 你才有足够的光化力去化出来 那么财富宝塔 这里面有五方财神 还有显教的诸禄财神 请他们护佑里面富过安眠 真正做一个有闲于时间 有充足道自修行的人 那么他是一个黄金 外面是真正用黄金镀的 里面是黄筒 是有金在里面的 所以金 当然我们这个佛靠什么 人靠衣装 佛靠什么 金装 所以你自己出来的将来的自信佛 是要有金黄色的 要有黄金来装饰的 所以说我们都不像别人弄个塑料 给你造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是真正的黄铜 本身是金属 里面加了中脉 然后加了黄金镀化在外层 真的黄金镀化的 所以它贵 它当然贵嘛 你买黄铜的价跟买黄金的价 是一个价嘛 所以有的人 你卖这么贵 它当然贵 它是黄金镀在外面的 它怎么能不贵啊 所以是 那这个 还有呢 这个金刚灵 是给大家 惊醒你们的 这个灵当下面 实际上是你黄亭一点真金 叫金业所在地 所以金刚灵的阵 是使你自己的醒神 使你自己的那个神 体内的那些神都起来 我们叫这个文武百尊都在你体内 他们都在睡觉 所以是通过这个阵灵 把它们唤醒 起来跟你一起同修 那么这就是 还有用这个 我们治过的净水 给大家这个撒净 清理你的业障 使他们不再干扰你 所以是 那么最后呢 要把这个 孔雀明王佛母尊的这个种子 种到你的心里面去 种到你的那个名点里面去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灌顶 灌顶 那么这个灌顶是 我们就普灌就可以了 不用一个人一个人灌 因为既然是场 你在这我把它划陷了 你就可以受到利益 所以待会儿呢 有一个灌顶时间 我会提醒大家 然后进入一个灵明觉性的光明态 什么都不要管 我就给大家完成这个灌顶的这个仪轨 那么灌完顶以后 我们再利用这个修法 来一起来完整完整的修完一个 一座的孔雀明王尊的这个尸体修法 那么这个来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本尊法的这个修炼 时间的关系呢 因为我们这一座下去大概一个半小时 所以是你们现在跑个厕所 好吧 因为开示也讲了半天了 上完厕所大概十来分钟 我们正式开始 好 谢谢大家 开始到这里 好